大家好,我是喜爱萌,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见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蜜汁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食材的选用部位是筋五花肉 1200克 这个部位的肉肥瘦相间,是做红烧肉最好的选料 首先把猪表皮的猪毛完全的去除干净 用火腔把猪皮烧至变色 这一步不仅能去除猪毛,还能去除猪皮的意味 高温烧烤猪皮能挥发掉猪皮的意味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锅烧热烫至猪皮 这两种方法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去除猪毛,去除猪皮的意味 如果选用第二种方法,用锅烧热烫至猪毛 只能选用铁锅 家庭用的不姓钢锅或者是不粘锅不可以烫至 因为这两种锅干烧加热以后容易把锅烧坏 在家中制作没有这种火腔,用铁锅是最合适的 因为铁锅可以干烧加热,不容易烧坏 猪皮烧好以后一定要清洗处理干净 用温水浸泡一分钟,用刀刮洗干净 猪皮完全清洗干净以后,下面开始改刀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长条 然后再切成小的四方块 不管是切条还是切块,一定要切的均匀一些 这样烧出来的菜品比较美观 选用五花肉时一定要选用筋五花肉 如果选用的五花肉太肥,烧出来口感比较油腻 红烧肉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肴 每个地区有各自的烹饪手法和口味 南方的红烧肉偏甜,北方的红烧肉偏咸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红烧肉做法是南方口味的做法 口味稍微有点偏甜 五花肉全部切完以后给大家介绍辅料 大葱白100克切成葱段 生姜一块50克切成姜片 香叶一片桂皮两克八角一粒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下面给大家详细解说制作 锅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冷水下入五花肉块 下入料酒50克去腥 开锅撇净浮沫,飞水三分钟倒出备用 起锅超热,锅中下入少许的植物油,把锅滑一遍 这一步也叫做溜锅 溜锅的目的是煸炒五花肉时,能防止五花肉粘锅底 下入飞锅水的五花肉,把五花肉煸出猪油煸香 因为五花肉里油脂比较多,一定要把猪油煸出来一部分 这样烧好的黄肉吃起来口感不油腻 煸炒五花肉时,锅要热,火要大 不可以用小火慢慢煸炒 小火慢煸,五花肉容易粘锅底 把五花肉块煸至表皮微黄色即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锅中五花肉出了很多的猪油 把五花肉煸出来的猪油倒掉不要 热锅高温煸炒出来的猪油不建议大家使用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加入八角桂皮炸出香味 把八角和桂皮炸至变色,下入葱姜 保持小火慢慢把葱姜炒出香味 炒至葱姜时不要急火快炒 火大容易把葱姜炒糊,炒不出香味 下入五花肉块和香叶 烹入黄酒80克 烹入生抽酱油30克炒出酱油的香味 烹入酱油是一定要顺着锅边烹入 这样能最大的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位置一没过五花肉块即可 下入蜂蜜120克 下入南乳汁80克 南乳烧出来红黄肉颜色非常的漂亮美观 下入海鲜酱50克 下入老抽两克调色 下入精盐3克 开锅转向火慢慢炖至60分钟 红烧肉的炖制时间最好不要低于60分钟 因为红烧肉炖制时间越久 它的口感越软糯可口 时间到以后 把葱姜桂皮八角香叶挑出 以免影响菜品美观 大火快速收汁 把汤汁自然收浓 在收汁的整个过程中 一定要不停地晃动锅底 因为汤汁逐渐变少 越来越稠 红烧肉容易粘锅底 糊锅 所以要不停地晃动锅底 带汤汁完全地收浓 均匀地裹在每一块红烧肉上 即可出锅装排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关注美食厨房喜爱萌 后续会有更多的美食视频 和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